作词曲 李宗盛 诗意终生与爱难求 但去尘埃又会如何 此心可恶不可休 造花酿成风月一滴泪 处理的悲心梦跌梦秋水 万劫终不会再留到掌前来回 不堪不破地区天归 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 复花开望念碎 惹菩提善然的美 当年 我不惜九重天上的规章言科 不通人情 而如今 我在人间走了一遭 我才明白 正是有人为了大义 牺牲了自己 才守护了三界 正是因为他们 才会有像我 像小妖这样的众生 逍遥自在 物亦人非 何必强求 你有你的责任 我也有我的责任 你回去好好履行 你帝君的职责吧 我也要守护我的家人 你走吧 有ĩ你 永乐 耶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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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若一切回到最初 陈相重燃 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 你还想让我说多少遍 你我之间 绝无半点可能 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 不是吗 燕檀 我愿意等 但你重新走向我 我送你的香炉 已经在这儿了 只要此心此情仍在 余文就永远不会消 我是帝君 也是唐州 不 等我完成帝君之责 唐州就会回来 和你相伴余生 我 颜丹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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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性观书信已焚 但应渊还在调查 他不敢放弃 需要我再次出手吗 不急 如今就算他起了疑心 也已经晚了 五日之云 时辰已至 陆明为何还未来 帝君 我本想将炎旦之事告诉陆明 可这几日我寻遍天界 终不见他的身影 玉清宫的先事说 已经许久没有见到陆明了 我觉得是有蹊跷 翻遍藏书阁 只找到他留下的焦珠镜 却不知该如何使用 此境为焦人族的法宝 只有焦人才能催动 或许他会有用 或许他会有用 这是何处 焦人乃北海水族 此境应该在北海地界 陆明定有所知 我要下节去看一看 你的身体还未痊愈 不该如此辛劳 没关系的 这温泉没有了地质 便失去了功效 如今我用汉淡灵力 化作莲花放在池中 既美观 还能增长一些疗愈之功效 以后山里的小妖受了伤 可以在这里继续泡澡 疗伤 岂不是一句两得 你这寇山做的 还真是称职呢 子林 就应该多向你学习一下 她现在整日夫人长 夫人短的 山景之事完全不管 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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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族的秘密领地 换为琉璃铺 因至高圣洁 设有结界 族中无人可以顾破 便是龙尊殿下 也无法入戒查看 我们寻找殿下心切 龙尊殿下便让我们 前往阎兰山求助 长老请放心 我一定尽我所能 查明真相 寻到陆明 陈族 陈族 羽默 我知道你想陪我 一同前往北海 可山境方遭大难 你留在山境镇守 中邀才可安心 你放心 我如今修炼有道 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护好自身 找回陆明 请相信我 勿忧勿念 且等我安然归来 余默 言大人呢 走了吗 这失踪的究竟是何人 让你们一个两个 都这么着急 如果担心的话 现在去追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燕旦既已决定 我应该尊重他 我相信 他一定会救回陆明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也来了北海 想必也是知道 陆明失踪的消息了 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 我在陆明的交出镜里 看到了北海水井 循迹来刺 既然碰上了 那就一起查他们 寻陆明要紧 悲害情形未知 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 那便一起吧 按长老所示 这里应该就是琉璃铺了 这是储存记忆的胶珠类 我们来晚了 我方才用了七重心理 才破此结解 那个先来之人 必定修为强手 我们去看看 那人有没有漏下 什么其他的线索 这有块石碑 焦人百代 紫寺凡昌 射琉璃铺 素记其宗 命途短顺 终归尘土 流水万千 方明永至 这是 焦人族的祠堂 祠堂一般是 祭司雇人的地方 陆明的焦珠境 出现在此南道 不可能 陆明一定是想留下 什么线索给我 他一定没事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陆明 他一定是想留下 什么证据给我 他一定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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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宏 浑人隕身后 一生计也都会凝聚成一颗焦珠泪 废悔孤独 这是陆明的胶珠泪 这是巨灵丝 陆明早就留了一手 那人虽把陆明的胶珠泪摧毁了 可是若有巨灵丝 便会感觉到宿主生前 亲人的气息 便可以亮起来 可以聚会 几分灵石 陆明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 弟尊 您找我 为侍者 收心纳言 但凡遗嘱 路就到头了 这怎么会是弟尊 三界之中 能伤你先一之人 少之又伤 这神秘人 屡次偷袭都能成功 还篡改了计策 并且联络东海 由此看来 弟尊的确有嫌疑 弟尊抚养我长大 与我是一时一复 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 而且弟尊 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 他治理散界万载 唯一有私信的事 便是隐瞒了我的羞罗血脉 这其中 必定有不为人知的引擎 神秘人 与弟尊昔日的行为 确实极不相符 可陆明 铃儿走险留下这个画面 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 或许 焦珠镜中有什么线索 我探探便知了 走吧陆明 等会儿 这灯都还没熄灭呢 你陪我执夜执傻了吧 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 放心吧 陆明 就算你在藏书阁当一万年的小仙士 我就陪你执一万年的夜 走 嗯 哎呀 你这个弄到什么时候 看我呢 这是之前我和陆明 陆明真的死了 我和大家约好 要相伴万年 可是我却下了凡剑 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 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 可是再也没有机会 跟他相见了 陆明他一定在怪我 他一定在怪我 陆明他没有怪你 他是在和你告别 刚刚出现那两个画面 他是想告诉我们 地点就是在藏书阁 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 发现了线索 我现在 去查一查便知 我和你一起去 若在藏书阁 我对那里很熟悉 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 燕丹 你是妖神 若是被发现的话 我有幸运之力 我一定谨慎小心 请你相信我 陆明如今是骨为寒 可凶手却逍遥返外 我们没有办法再烦记 安心等待 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帮他报仇 求你了 好 那我们便一起去 帝君 不必多礼 我今天要在藏书阁中查阅文典 不想有人打扰 是 陆明记忆中 出现的就是这藏书阁 我们现在分头找 对了 好 好 好 你 这么多高价书 陆明就算升官了 也跟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偷懒 愿 无有言诞 平安喜乐 你每年都在为我欺负 可是如今我再也没有办法替你住院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 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 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 查案要紧 这些事物留以后再说 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再过片刻寻根的先事就要来了 走吧 等一下 我是说 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 不是在向我们告别 果然 娇人的骨血杏书 可生不灭之祸 这不灭竹 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质做成的 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 好 九药莲珠 九药莲珠乃是万年难约的奇异天象 严谈你看 这九颗星排成一列 遮天蔽日 在天地间结成法阵 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 九药莲珠天象出现的时候 若以金蝉矶及天地灵器 再以仙力深火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 生计九药珍 就能练就乾坤银 乾坤银 而这个乾坤银 曾是修罗尊主 玄夜所有 因其阴损很多 创世之战后便把他封禁起来 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 上一次九药莲珠 正是仙魔大战之时 以仙灵作为容器 难道说北冥仙军 当是大战归来之后仙灵丢失 是有人故意为之 拿他的仙灵去撕炼乾坤银 可恋就乾坤银 所需要的金蝉矣 是三亿巫异族的法宝 此族早已灭绝 死于乾坤银之人 会发生什么异象吗 乾坤银 吞息凌厉 众招者 掀骨翠花 难聚成情 那我们去神观陵 看看北冥仙军的尸身 不就真相大白了 好 好 仙军 您总说 您为仙一生操劳 若有一日雨化 您想长眠于天地 得六根安宁 可如今 为了还您一个公道 必须强行开关 让您清静了 有颗棋子 帝君 好久不见 仙军 我尚有一分灵石 寄予你的棋子之中 以其与你心灵相通 传音于你 为了棋子 仙魔大战 我同管后方 为仲仙分配法器 仙兽 大战前夕 帝尊曾嘱托我 若战事吃紧时 务必保全帝君 可是我于后方 你站于前线 我唯恐照顾不及 便暗中 取走了你的一枚棋子 以其与你灵石相连 没想到多年以后 竟在此相见 若弟孙真是那神秘人 何苦救了我又要杀我 仙君这片心意 我仅毫不知情 如今生死相隔 嬴月难以回报了 敢问仙君 当年大战 究竟发生了何事 杀 老仙被魔族逼至绝境 只顾防住眼前魔兵 为了一人从后狗来 我便拼尽全力 想看清他是何人 我抬起头 却看见了自己的脸 我即刻明白 此人会是傀儡术 可假扮他人 隐藏身份 我终究是 抓不出他了 当年此事 是我失差所致 如今要为天界辨明清白 不得不请仙君 如我二人开关 找到证据 为你报仇 此人除先几率 誓杀仙君 吸取三帝君神力 然后悄然脱身 其仙法之身 心疾之臣如何匹敌 倘若你继续追究下去 定然会危及自己的性命 你的身份也会被揭破 与天界再难容身 原来仙君 早已知晓 应愿此生 只为服天地正道 哪怕身份解破 削了仙境 也要还无辜牵连之人 一个正义清白 为了使命 无拒无悔 还请仙君 开关 也罢 我早知道会有如此结局 只是大事早定 若定要寻根究底 扭转乾坤 必然会危险重重 倘若必有一战 我相信帝君一定会拯救苍生 还三界太平 只是 我还有几分私心 我还有几分私心 仙君 可是挂念炎丹与余末 请放心 若他们卷入居中 应援 便会奋不顾身 护他们周全 愿帝君平安功成 那这两个孩子 就尽托付于帝君了 我 我 先君 龙铃 这是当时 余末放在先君身上的龙铃 九七龙铃乃是灵根所化 坚硬无比 好好放在先关当中 不可能有破裂的 果然有人谋害了先君 拿走了他们的先灵 借此练得乾坤淫 三界之中 有能力试杀帝君的 只有一个人 那便是天帝 昔年 创世之战当中 他带领先神 灭了修罗一族 而如今 又以修罗邪法 残害天界之人 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以他的身份 解脱此事 形同颠覆三界 我们必须谨慎去人 若想找出真相的话 还得收起更多的证据 我知道 你与天帝情意深厚 若是调查起来 你处境会非常地艰难 我有些担心你 你在明他在暗 不能让对方钻了空子 你放心妍男 我绝不会逊死 事关重大 我自责物旁贷 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 我们不可贸然行使 否则 就会深陷险境 燕丹 你还是先回叶兰山去吧 你是帝君 一举一动皆被瞩目 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士 反而进出许多地方 更不易被察觉 对 况且 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墓盒 我必须要弄清楚 到底为何意 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 我会护好你的安全 仙君 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仙君是榆墨的恩师 在凡界暗杀你之人 又与九旗灭族脱不了干系 以榆墨的性子 必定会手刃仇敌 我这就传信与他 将我们所查之事告知 待我们找到使者 可在百先觐见之时 与天地对峙 但此时 我们还需九旗隆林 一眼乾坤也 哪个不要命的小崽子敢打扰本帅休息啊 应援君 应援君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元帅 我是来智慧你一生 今年我让你留下的房间 现在有人要来暂住了 我来 是给他添置一些物件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弄来的 你想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 智慧我做事 只要不打扰本帅休息就好 叶元帅 你要带来的是一个女娃娃 老元帅 日后有人与你同住 你若整天酗酒的话 这样下去 又是体面 看来本帅以后 不会有好教税喽 你若整天酗酒 不开你悲伤漫目 再续一世情深不复 相思的白月光照顾人心理想 怎能让花发最意料出走 请归途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 回眸骗人的凝望那一刻的慌张 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背旁 怦然无处独藏 只只铁牙我缠得不止一壶秋水 还有闯进我心窝梦中的谁 百转千回头扑过一滴泪 只为你心碎 千脚不及青天 年华已醋梅 Zither Harp 相思的白月光照顾人心里 想怎能让花发最意料愁妆 金贵徒留恋处放满一些脚步啊 回眸骗人的年望那一刻的慌张 却让我的指线记住了你发红脸庞 庞然无处独藏 这只天涯望穿的物质一壶秋水 还要冲进我心我梦中的谁 带着千回头不过一滴泪 只为你心碎 千脚不记青天烟花一粗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